眼不合这名白衣男超黑衣男不断追打 一路撞上旁边的冷冻货车 甚至还抄起安全帽当成武器 双方一路拉扯到大马路上 其中一方吓得拔腿狂奔 对方却还是紧追在后不放过他 冲突地点在台北市万华这处食品公司门口 打人的男子在这边上班 被打的则是养奶公司送货员 会跑来这儿是要讨养奶订购费 由于对方直接跑到他上班的地方来讨欠款 让老板也知道他喝养奶没有付钱 一气之下在店门口大打出手 原来孙姓男子跟陈姓养奶送货员是熟识的朋友 为了挺好友充业机下订养奶 却从来没有付过钱 都是送货员帮他带电 当天为了讨回欠款 直接到上班场所要钱 却被孙姓男子以脏话辱骂还追打 导致被害人左脸挫伤 双手也有擦伤 提高伤害及公然侮辱 其实要订养奶通常都是以月节的方式 一贯三十五元上下 一个月一千出头 通常都是以超商缴费为主 也可以用银行账户信用卡暗喻扣款 但也有些业者会让送货员亲自收款 美婚养奶就能多抽一点钱 像这种带电款 像朋友的这种金钱的问题来讲好了 其实在民事上面都可以主张带电款返还 孙姓男子到底是不是被强迫推销 才不想付钱他没有多说 但如今打伤养奶送货员兼朋友 毕竟感情再好 谈到钱的问题随时都能翻脸 TVBS生活就会太不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